大家好 歡迎收看ET財智Talk 大家都發現最近環球投資市場的氣氛非常刺激 很多網民甚至觀眾都會有疑問 究竟未來市場仍有得升 以及資產調配方面應該怎樣做部署 今天很開心請到工人亞洲的Jonathan聊天 Jonathan你好 你好 開局一月份 股市 商品 外匯其實都挺波動 各樣資產市場大家都像歌舞聲平 好像那些壞因素完全看不到出來 Jonathan你覺得一月真是估計不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實際上今年開始以來投資市場令我們都有一些驚喜 大家相信2020年投資都有幾大的勝負 大家都猜到是一個得位的反彈 與其今年開始可能比較溫和一點的增長 但是想不到一開始其實因為都是油資比較多 而利息比較低 加上大家市場都在衝敬疫苗的效用 所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資金都會擁許一些 比較高風險的投資的板塊 所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股市 特別一些 甚至一些大家以前看得比較淡的板塊 都相當多的 是的 我們經常在這個節目都會講 新舊經濟 很多不同的網民 其實可能倉裡面都已經有 稍後我們會回顧一下究竟去年 也就是今年年初 哪些基金的表現好 以及接下來怎樣去做調配 不過如果說回整個大事的氣氛 剛才的Jonathan和我們就埋了一條伏線 說回去年 其實環球股市的表現 是真的相當美的 如果拿進美股 特別是納子 以科技股為主的話 去年由低位反彈幅度 因為3月那時出現股災 彈幅都差不多接近九成 全年2020年的升幅都有47% Jonathan 其實去年下半年的因素 和今年剛剛開過的因素 其實都很相似 又是講經濟復甦 疫苗搞得定 經濟V型反彈 其實年初 今次連續過來 我感覺上究竟是經濟復甦 這件事 和Price在市場上有多少 其實和往年市場的升幅 都有一些不同 因為常年低位 大家當時在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大家在圖上看到 生意份的低位 市場跌得有很多 不過當在低位之後發覺 原來疫情對經濟有影響 但又未去到會影響到好像一些地震 或者一些比較天災人活 影響到經濟的生產力 影響到一些可能航空股 可能一些所謂旅遊的人是明白的 但是它對一些個人的所謂環節 消費方面 其實可能不是很大的影響 特別我們看到一些所謂新經濟的股份 甚至可能你可以這樣說 受惠於一個疫情的環境當中 所以你看到在一個低位當中 在美國來說 這個NASDAQ的升風是最大的 是的 還有一些頂位 所以去年那個升風很明顯是有一個 大家開始明白到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而去重新的部署 所謂叫做由傳統經濟股的 去到一些新經濟股份當中 今年年初大家開始去到討論 究竟疫情的緣結期有多遠 疫情或者疫苗當中的影響有多大 而大家開始重新再部署投資的部份 再加上最近來說 在不同的中央銀行 包括聯儲局 包括歐洲央行 都在說緊口感 而兩三年都是一個比較低息的環境 加不倒息 加不倒息 很多資金就一定流向一些 比較有回報的市場 所以大家衝勁 大家資金湧向一些所謂的資產的類別 事實上的股市升幅 你可以這樣說 大家在年初來講都猜不到 一個這麼大的升幅 也是 其實如果大家做功課 譬如將資產負債表拍在股市上 其實看到一個非常大的關聯係數 是 差不多貼近一 特別是聯儲資產負債表 之前有些行業都計算過 由08年金鴻海嘯到 這一刻為止 其實是膨脹了差不多三倍 差不多 中國那邊的資產負債表 都應該有接近一倍 如果這個油資是今年繼續主調的話 有些人其實都會怕有風險 有些什麼因素trigger市會轉彎 就是覺得 如果市氣氛越來越好 財富效應也好 疫苗又有效 經濟反彈 其實央行又沒有什麼 力度可能要再放水刺激經濟 甚至可能會不會提早說 加息這件事會trigger市調整 你怎麼看這些風險 我覺得對於我們投資者來說 最接近的風險 就是資產的升幅比較大 那個股值可以比較高 甚至你看到 納斯達克指數有些科技股的股值 可以叫做 近來甚至突破了歷史的高位 當中我們預期 當然在上半年當中 那個調整的可能性是在的 特別當資金由一些新經濟的股份 流回傳統的股份的時候 其實那個轉換的板塊會有影響 當然你說那個影響有多大 就是端符於業務的效用 端符於投資者的消費習慣有沒有改變 因為有些人都會說 其實疫情影響 其實那個世界都不一樣 是啊 科技閒絲 大家可能融慣了一些 所謂新科技的渠道做一些 所謂消費的行為 上班都習慣了 所以可能都改變不了 所以可能有機會有一些股份 縱然可能是在疫情當中受影響 但是當疫情所謂比較平和之後 可能它未必回到以前的股值水平 所以這個就需要留意一下 我們都鼓勵在現在 假如股票的持倉比較大的時候 可以去減少一些持倉 增加一些債券或者一些平衡的類別 去減少未來的半年中間所謂波動的風險 我明白為什麼Jonathan會這樣建議 因為如果我看著環球資金流向 其實發現有很多不同的資產類別 一看就知道其實股票是走線 在途中所見 特別是粉藍色的條線 就是代表環球股市 你看到就夠了這圈 對 特別是年尾第四季 你看到整條打動這樣上升 另外紅色的就是貨幣市場基金 感覺有點避險的一些資產 反而就不太動 商品其實和債券都是微微的 就是叫做窄幅一些 那些錢好像都過了股市 但Jonathan 如果我們說 新一年可能股票方面要調倉 但我的倉裏面 怎樣都要有股市的元素 特別在挑選基金角度 就會有很多人問 有沒有那些市財特別落後 其實我們應該是 只是股票的portfolio 我是應該怎樣調 好 其實我們要留意在2020年 那個基金的市場都有很大的改變 特別看回亞太區的股市方面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圖繞 其實我看到幾個主要的 可能南韓 台灣 或者內地的升幅比較大 因為他們受惠於一些 所謂的新經濟的板塊比較多一些 反而東協市場 因為他們的旅遊業的比重比較大 有些特別是可能舉個例子 可能是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他們的旅遊業的比重 可能超過差不多一半的GDP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在這個疫情當中的受傷是比較大的 但是當疫情比較平復之後 我們相信區內的旅遊業 或者人與人之間的流動會增加 那些就有機會追落後 所以有機會如果大家對於疫情之後 樂觀 比較樂觀一些 會覺得想追一些所謂的落後的板塊來講 如果在這個亞洲區當中 東協市場是可以留意一個類別 但是當中當然我們也要不要留意內地的市場 因為內地來講當然疫情是比較受控一些 加上最近我們都看到內地很多所謂的雙循環 所以所謂的雙循環之外 他們在兩個循環 一個就是內地自己的消費循環 一個就是跟外面經濟循環 明顯地我們看到內循環 很明顯已經是一個挺成熟的市場 包括了他們的供應鏈 包括他們的消費能力 包括他們在消費平台當中 其實都十分成熟 所以在內部的循環當中是挺支持的 其實為甚麼你看到剛才今天來講的內地的股市 都有一個挺明顯的爆發 是的 滬深三伯又十三年高 所以其實很明顯地 大家對於內地的估值或者消費來講 都挺樂觀的 特別我想你只看去年全年GDP 幾乎唯一一個國家其實是做到正增長 不過現在似乎市場對於中國的預期都挺高 例如有北京暫時來說 我猜今年全年GDP應該升6% 但是街上其實有些看到8%或以上 其實現在一年年初 內地股市的資金流入已經這麼厲害了 我們要不需要等一下才進場 才做調配 還是不是 有機會這一陣牛是真的出來了 其實明顯地我們覺得 在內地來說經濟的復甦 或者他們的增長 其實都是一個挺明顯的趨勢 我們相信那個趨勢都支持到股值方面的東西 不過當然 投資者當然要看自己的持倉有多重 如果他們的持倉可能之前是 我想上年比較多人就賣一些比較成熟的市場 例如美國的股市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轉回一些亞洲市場 例如中國的股市的基金 或者一些叫東協的股市基金 去平衡他們所謂的資產盤的類別 但當然如果假如我們的投資者 他們原來一手都是股票的 一半是股票基金 就可能留意一下一些高息的債券基金 他們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穩定的息口回報 加上我們相信企業方面的前景比較好 所以對於一些我們叫做高息的企業的一些所謂的股價值 是可以有些支持的 特別我想如果一些點心債 譬如內地來講 又或者很多人民幣計價的一些債 其實我想過去幾年很多投資者都有涉獵到的 但是如果Joachan是覺得我們可以轉過去債 其實都是企業債為主 其他的什麼主權債 其實有很多類型的 那是否那些就不好 因為回報其實都不是那麼吸引 最主要是在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因為資金比較氾濫 所以對於一些政府的債券的息率是會更低的 所以變成他們未來的所謂的收益是不會那麼好 第二就是第一是市場方面 就是對於風險的位納 現在很明顯地市場對風險的位納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預期一些所謂的企業債券的基金 那個升幅會比較明顯一些 當然如果政府負責基金不是一個沒有投資的價值的 只不過它是比較穩定的 未來的收益不會說很兩例 但是也有一個穩定的收益 不過最近看到成熟市場為首很多 國債的債息其實都趨向上 美國10年債息那些都穩站在一堆樓上 也都繼續去關注央行的政策 美國的經濟等等 其實會不會對於息率回報方面 其實有什麼影響 剛才我們就回顧了一些不同的區內市場 張惠芬都建議 如果持有太多美股為首那些 其實可能可以減少少 落到一些區內的市場 我們很簡單地回顧一下 其實去年在基金界裡面 其實哪些類型的基金好一些 哪些基金的類型差一些 有沒有一些啟示作用 張惠芬都是一些大中華基金 其實已經一些聰明的錢進去了 其實看回去年來講 很明顯一些科技行業基金的升幅比較大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在疫情當中這些企業 大家的資金都留在那裡 所以看到他們差不多升幅 都有70%次了一倍 而第二當然大中華在這個疫情當中 特別是去年的下半年裡面 很明顯地受影響比較少 所以他們的升幅會比較多 超過差不多六成 反而看到一些歐洲 一些新興歐洲那些 始終他們疫情的情況比較嚴峻 加上他們復甦的能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看到例如新興的歐洲 或者拉丁美洲 去年其實都掉了幾多 都掉了兩成多 所以你看到選擇 其實不同的板塊都挺重要的 我想市場焦點都仍然是覺得 科技學業板塊雖然升得很多 但是像你所說 很多東西我們開始習慣地走科技 變相支持到那些科技相關股份的盈利 其實這條街都看得挺樂觀 今個星期如果熟市的投資者 都會知道 大型科技股的業績就卡在序幕了 包括Apple、Facebook等等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會否擔心 有沒有炒到Tesla 其實今個星期都會公佈業績 Jonathan 怎麼看他們的股市問題 以及他們接下來的盈利能力 是否都依然可以支持到 大家繼續將這些錢交易下去呢 其實我們仍然都對於科技類別的板塊 其實都持樂觀的態度 因為事實上 在過去的一年來講 那個市場的改變的習慣 加上其實資金比較充裕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資金 是走到一些所謂科技的發展當中的 當中看到其實都挺支持到 和幫助到科技企業當中 在他們所謂科研方面的改善 這些我們相信其實你都看到很多 不單止是跟疫情有關 甚至跟健康護理有關的一些基金 其實在去年來講 其實都有很明顯的勝負 我們今年來講 特別是隨著疫情的改善 如果有疫苗的幫助 其實在對一些跟消費有關的 一些科技的板塊 其實應該是可以更加受惠 因為大家對於情形當中 更加注重健康 對於一些不同的所謂健康護理的事情 都更加有需求 所以我們相信在這個情況下 一類基金會更加好的 雖然他們已經升了那麼多 但是都不可缺少 在我們的資產組合裏面 都一定要有這些醫療和科技相關的基金 某一個百分比在裏面 那個股值其實也未必有很多人上升那麼高 所以為什麼在似乎大家一個很高股值下 為什麼這些股份升還可以升呢 其實都是原因的 因為事實上你看到一些基金經理 其實他們都不會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無盈利的股票 他們必須當然在背後有他們的所謂股值的無盈利去支持 他們如何將資金流向一些所謂前景比較亮麗的行業 所以剛才你看到那個表製 為什麼有這麼多現金都流回到一些所謂股票的基金當中呢 其實都挺反映到市場上對於一些企業 特別是在疫情裏面改善自己所謂的營運企業 是很有追捧的那個需要 始終大家的基金對於這番法都是不離不離 今天星期大家都要繼續留意著 美國那邊揭開罪幕的一個業績期 因為三分之一的標普500成份股都會公佈業績 當中聽說FAAMG頭五大科技股 估計他們去年12月底為止那個季度 應該盈利是可以有機會連升第12季的 都很厲害的 是啊 可以持續得到 這個就可以我們先觀望 但是有一件事我有點憂心 Jonathan 我們經常在說這麼多利好因素 但是我們其實都不可以忽視今年的一些風險因素 沒錯 沒錯 今年譬如影響大使的 至少由科技版法而引申出來的 就是一些中美的角力 就是這些關係 特別是拜登上場之後 究竟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否真的會軟化 暫時就不像 就是有什麼特別的因素我們需要注視呢 其實很明顯第一個有幾個市場的基調 其實我們的同學者一定要留意的 第一 低息環境一定是持續的了 就是我們不要期望 我們可以將一些現金可以放在一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收益功能上面 而又受不到通脹的影響 必須我們一定要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隨時都要為自己的組合 要去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 所以這是第一個一定需要留意的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就是疫情方面 疫苗裡面的影響有多大 當然現在大家其實都是在等待當中 有時在疫苗裡面 但是第一可能要令到大家整個不同的國家 大家都有一個免疫能力 是一定需要一定的時間 加上第二似乎有很多變種的影響 是的 有時究竟那個疫苗對於一些變種的所謂的病毒 有沒有影響 最後要欲鄉 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都覺得鼓勵客戶 不要將太多錢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都需要分散風險 當然第三就是我們都要觀望 剛才講到美國方面的新的總統 政府方面的外交政策 這個是有些變數的 但是我們期望也都相信 會對於不同的國家 特別是歐洲和我們中國的關係可以改善 這個也可以減少到 其實在市場上有些外交做政治的風險 當然我們在當中 我們剛才看到的就是在美國裡面 其實他們的升幅都真的挺大的 在去年來講 我們可以看回歐洲是比較難提一些 尤其是歐洲他們的疫情會大 但是基本上各個國家 對於所謂的政治經濟的政策 又不是那麼容易統一去一個方向 所以在那個刺激經濟的政策方面 也都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爽 沒有那麼像其他國家那麼實在 所以那個相信來講 我們相信資金或者投資的機會 就會留在亞太區方面 亞太區始終對於我們香港的投資者來說比較熟悉 我們可以剛才說可以買回來 內地為中國的股票基金 或者如果對於疫情之後 相信區內的所謂的經濟活動 可以恢復的時候 就可以看回一些東協市場的基金 好了 最近其實區內市場比較熟悉的 譬如吳南韓和台灣股市 都是先後再創歷史新高 好 上面內地方面 這個滬芯300再創13年高位 而創業版指數都2015年高位 大家可以聽完我們今天的分析之後 可以為自己的組合方面 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積極的調配 是的 部署2021年的開局 好了 今天謝謝張惠芬 和我們這麼詳細的分析 今集差不多下星期再見 我是一個長炮的愛好者 投資就像長途萬一場一樣 我們不要太著眼於短期的波動 但是在長炮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定時調整呼吸和步伐 投資亦都一樣 我們需要定期審視自己的資產和表現 作出適當的部署 所以選擇合適平台是十分之重要的 工人亞洲現時和二十多間 著名的環球項公司 提供超過一千隻基金可供認購 涵蓋各個不同的資產類別 而且最近我們將認購金額 調低至港幣的100元 滿足年輕投資者的不同需求 讓他們利用電子渠道 靈活輕鬆理財 增值財富 謝謝 謝謝 小姐 比賽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